淮海战役前夕了国民党军队照片,士兵毫无斗志,图巴让人愤怒不已。 淮海战役右衬,徐邦会战,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。 淮海战役有几大特点,比如我军牺牲最重,歼敌数量最多,政治影响最大此战彻底扭转了全国战争的局面,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事人,打仗也讲求士气的重要性。 70年前淮海战役前夕的国民党军队到底是什么状态呢? 下面这组照片由美国记者,拍摄于1948年,初冬展示了当年战役开打前的准备阶段,以及作战士兵的精神面貌,就让我们重温当年的场景吧。 穿着棉帽,背着被子的国军士兵没想到被子上还蹲着,一只鸟国民党军队转移时遭逢大,与他们纷纷穿着羽衣厚重的棉衣很显眼,标签,士兵,国民党军队,淮海战役,照片,战役,站在火车车厢里的国军士兵及家属。